在美国种菜,从哪能获得想要的种子呢? 这个视频我将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莉莉有机菜园这些年的种子购买和获取的经验 我们最常用的网站是JonySys 它的种子种类繁多,规格齐全,质量非常有保障 不管是商业种植,家庭农场,还是个人爱好者 都能找到适合的包装规格 它的种子都是非转基因的,如果需要还可以选择纯有机的种子 对于那些非常细小的种子,比如芹菜、生菜、胡萝卜 它提供栗状种子方便种植,减少浪费 栗状种子是用堕性棉土物质,覆盖住细小的种子 使种子外表光滑,大小均匀 这种种子不仅让人手工播种方便了 而且还非常适合配合播种器进行自动化播种 我们在JonySys网站可以买到各种大包装的种子 比如蚕豆、毛豆等,包装越大越划算 所以它更适合农场购买 对于个人种植者来说,小包装的价格有点偏贵了 对于个人种植者来说,它的一些种子合集还是值得推荐的 比如这种包含了十种樱桃番茄的组合 还有上一期视频喜欢温暖的蔬菜中推荐过的番茄品种 Brand One, The Draft German, Cherokee Purple, Amish Past 的合集 我们有时候也会从MI Garden的网站购买种子 它也有个YouTube频道,分享很多种植的知识 目前有超过85万的订阅用户 MI Garden的网站购买种子以前是9毛9一包 便宜到让人觉得它根本赚不到钱 今年调整到了2块 相较其他网站来说,还是很便宜的 我们购买亚洲种子主要是在海苔 它的种子品种和质量都非常好 仅有的问题就是它是加拿大的公司 要注意有些种子是不能入关美国的 今年比较特殊 它目前仅接受来自加拿大的订单 美国订单它推荐给了位于美国的北泽商会 北泽商会也是挺有名气的提供亚洲种子的公司 它承诺不销售转基因种子,值得尝试购买 我们每年也会从Asian Garden to Table购买一些种子 用来充实种植的亚洲蔬菜品种 它的种子整体也不错,并且一直在进步 我们很早就从Tana购买种子 也算是对创业者的一种微小的支持吧 除了网站,本地的实体店也是购买种子的重要渠道 比如Southern States,店里会有很多种子 而且基本整个种植机都可以买到 Home Depot,Loyce,沃尔玛也都是本地店不错的选择 春天的时候会有很多树下种子可选 随着时间的推移,可选的种子会越来越少 到了夏天基本就全都下架了,局限性比较大 最后的思路就是要靠自留种子 或者与朋友交换种子了 像是糯玉米,东北油豆角,以及二斤条辣椒 这种很难买到的种子 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保留种子 并和周围的朋友们分享了 另外还有一些蔬菜,比如冬瓜,苦瓜,丝瓜,秋葵,辣椒 留种子是很自然的一件事情 那就顺手简简单单的留上一些 第二年育苗种植的时候就不用再购买种子了 不说了 有点 olha Anyway,到了 有点充分的充分的充分的充分 然后我们来看清水